全聯隱藏版美食 驚奇當中的驚奇 隱藏版當中的必買 一家人寶斗肉圓 你可以用蒸籠 也可以直接拿去氣炸 甚至還可以拿去水煮 水煮 我們今天用的方法是 哈囉大家我們是王兄弟 我是薇薇 歡迎來到黃兄弟開箱頻道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全聯隱藏版美食 為了這個系列呢 我們特別大約在3到4個月之前 就已經潛入了全聯社團 哈哈 而這幾項呢 真的就是確確實實 全聯大神們所講到的品項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以上前面5款 到底有沒有是驚奇當中的 驚奇隱藏版當中的必買 第一項Let's go 第一項是我們一家人寶斗肉圓 那這一款的話呢 它一包裡面8顆是89元 大概平均是一顆11塊左右 它有附一個醬包跟蒸籠紙 也就是說呢 它有不同的料理方式 你可以用蒸籠 也可以直接拿去氣炸 甚至還可以拿去水煮 水煮 水煮怎麼會覺得 好像會變成水晶餃的概念 好總而言之呢 我們今天用的方法是 3 2 蛤 OK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裡面的醬有一大包 這是那個甜辣醬 然後裡面呢 還沒有蒸過 跟還沒有煮過的肉圓 就是長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覺得啊 吃肉圓 它那個醬料也是它的靈魂所在 喔好香 不是一般的甜辣醬 它是有蒜籠的那一種的甜辣醬 給你們看 經過水煮過後啊 它的皮還是感覺非常的Q彈 裡面有筍片 然後呢豬肉 豬肉非常的香 我剛剛打開來 豬肉香直接爆炸 它整個料是炸出來的耶 還不錯多耶 而且那個筍子也沒有再客氣了 給很多 然後直接配著那個醬來一口 我覺得這款調味超好的 我先講裡面肉餡的部分 它肉餡的味道非常的足夠 然後再加上剛剛那個外面的 蒜籠甜辣醬 它本身不會帶辣 然後那個蒜籠的香氣超讚 它的筍子其實已經算是 以冷凍食品來講 算不錯的了 我們來試一下會不會有聲音 有 因為它的筍子還是保有它基本的脆度 然後給的量也蠻多 在你口中除了 軟軟糯糯的外皮之外 然後吃得到肉餡的那種扎實感 然後還可以吃到筍子的清脆的感覺 然後整體不會太死鹹 唯一一點大概就是它的麵皮 就是這個肉丸皮真的會比較像水晶椒 也有可能是因為跟水煮的關係 這個就是屬於比較Q 但它又好咬斷 就是比較有彈性有嚼勁 然後又比較好咬斷的把腕皮 想吃吃看嗎 這是水煮的 這水煮的 很厲害 我剛剛想說水煮可能沒有幫大家期待 它很太神了吧 很不錯 它水煮可以搞得跟炸的一樣 它內餡也很不錯耶 而且啊 這一個大約料理時間都落在10分鐘以下 也算是一個蠻快就可以吃得到的冷凍食品 所以大家可以買來吞吞看 我覺得它還不錯 下想 第二箱是我們的去骨油雞腿 209元 它是由我們的美味糖推出的喔 然後這一款它本身就是吃涼的 我們就來試一下 它沒有切過耶 整隻的雞腿 而且是去骨的喔 整包的蔥油包 那我就把它倒出來了 有一塊是帶骨的 阿斯腿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這個 蔥油包 醬醬醬醬 我先稍微切了一塊給大家看 它肉給的蠻厚實的 然後蠻大的 它配上旁邊的這個 雞湯丼嗎 然後跟蔥油 現在整體而言是非常香的 所以我看到這種冷盤的雞肉 我都會有點怕怕的 因為冷盤的肉啊 其實大家如果拿出來要吃的話 就是盡量早點食用 而且我其實我不太敢吃雞皮 開弄囉 我以為它很油耶 就沒有耶 反而它那個雞湯丼 是讓你有一種清爽的感覺 然後那個東西它在你的口中 會慢慢的化開來 我覺得它非常的入味 完全不用再做另外的調味 它就夠鹹了 然後那個蔥油醬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整包加 味道非常的香 好像在吃蔥油版的鹹水雞喔 不過這時候就很想要問問看 媽媽觀眾 因為我知道我們有蠻多媽媽觀眾的 209元這樣一隻去骨的蔥油雞腿肉 跟比起去菜市場買那種什麼甘蔗雞 哪一個是CP值比較高的 可以留言跟我們科普一下 也讓我去講一下知識 蠻推的耶 目前沒有雷喔 不錯 下一項 第三項竟然是泡菜啊 是我們的韓式截頭菜 但是像這類的東西啊 它都會有點接近白蘿蔔的那種口感 如果有在長期關注我頻道的人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不敢吃紅蘿蔔跟白蘿蔔的人 但是經過韓式的醃料 也許我會對它改觀 這一罐是125元 然後它裡面的泡菜長這樣子 很漂亮耶 它醃的蠻入味的感覺 而且裡面那個湯啊 其實是精華 那個湯可以拿來煮韓式泡菜鍋 雖然我可能會有點怕怕 但我願意為大家試試看 這款就是完全零辣度的韓式泡菜耶 其實我自己吃韓式的啊 我會喜歡挑辣一點的 這款就是很適合拿來當開胃小菜用的 然後呢 它的菜味並不會太明顯 對我可以接爽 它就是一個口感偏清爽 而且不會到死鹹 覺得這個也OK 下一項呢 我之前就有看過了 它是全聯的老鷹紅豆牛奶燒 它非常的便宜 它只要25元喔 奇怪了 為什麼它做香蕉的造型 那是Banana 你跟香蕉有任何的關聯嗎 Why OK 很香耶 這味道是那種 就是牛奶酥 牛奶棒的味道 它奶香非常的濃郁 然後我們就吃給大家看 它非常的濕潤耶 就我用手捏會覺得它是充滿水分的那一種 我們來試一下喔 很甜耶 很甜 裡面的紅豆餡沒有在給手軟的喔 它給了非常多 不過裡面的這個紅豆餡呢 它使用是紅豆泥 所以你不會吃到紅豆的顆粒 然後甜度非常之高 五顆星的話 我覺得它有到五顆星滿分 它連蛋糕體都甜 如果你要把它當早餐的話 我會建議你配無糖豆漿 或是黑咖啡 然後如果你今天把它當點心話 可以配個茶 但它的那個紅豆真的很好吃耶 蠻意外的 很香 然後呢 你會感覺到它是品質蠻好的紅豆 但唯一不解就是 為什麼它跟香蕉有關呢 好 下一項 最後一項是我們Visweet的常駐產品 日式捐布丁 四入六十九元 這個我還有就是 目前最高級我興趣的 一看到這個 捐布丁 就會覺得 它應該是布雷 哈哈 因為我吃到目前為止 Visweet任何一個寫布丁的東西 它都是布雷 非常光滑表面的肌膚 然後呢 底部可以看到那個焦糖 蠻液態的那種感覺 會抖 大家看它真的是非常的柔軟 好像蒸蛋喔 我的媽媽 來我們來試一下喔 非常好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 但是呢 我還是要說 它就是比較絲滑的口感 所以就會有一種那種濃濃絲絲 稠稠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而言怕是比較像布雷 我怎麼分辨布丁跟布雷 我覺得我要在這集特別講一下 因為對我而言認知布丁 它應該要像是介於果凍跟布雷之間 但是呢 不能是太過於液態跟像醬品 因為像這個的話 你如果把它抹開的話 它是可以抹開的 所以對我而言認知 它的布丁是抹不開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它會比較像布雷 上面那層的雞蛋跟牛奶的味道啊 其實雞蛋味不會太重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怕吃布丁 吃到雞蛋味很重的人 但它的牛奶跟雞蛋搭配的非常好 你上面吃到的乳香會蠻重的 底部的焦糖反而是沒有給的非常的多 如果是我還會希望底下的焦糖可以再多一點 然後再加上一點是 焦糖感覺可以再更帶一點苦 再加上糖我覺得偏甜 就是那個焦香氣沒有到非常的重 但我覺得最主要原因 還是因為它的量沒有到給的很多 但整體而言這個是很好吃的 69元四入好像也沒有到很貴 以CP值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蠻不錯的 OK 我們來進行最後的頒獎時間 最後要頒獎的就是 感謝大神獎 因為呢有這些就是全聯的大神們 我們才可以發覺到這五項的隱藏商品 它真的都不會是一些就是 常常上新聞報導啦 或是常常被熱退的一些熱銷的產品 但它卻是隱藏在店內 默默成為那顆夜空中最亮的守護星 那如果說呢 以上你有被燒到的話 也歡迎去全聯做搶購去做購買喔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在你心目當中的全聯隱藏美食是什麼 那我們就會互相交流 但是要說呢 就是口味是非常主觀的 大家在交流的同時 也不要去批評對方的喜好 那我們做一個良性的溝通 吃更多的美食吧 同學們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心的頻道可以去我們instagram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我沒有讓賢蛋抽 我剛剛很想賢蛋 你說這樣嗎 不是不是 你要反過來 對對對 然後你當回巨頭 你說這樣嗎 對對對 賢蛋抽人